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次介绍一些较为基本的香氛 因为之前介绍的价钱比较贵 未必每个人可以接受 今次介绍一瓶三百多元的Glore Champagne 这瓶是一瓶叫做Cobon 我之前也介绍过这瓶 这瓶是主要是Aviz 现在的瓶主是Annex Cobon 其实这瓶是最新製造的 这瓶是一瓶Zero Dosage的香槟 这瓶Zero Dosage的香槟 通常其他香槟主要都是Blanc de Blanc 但这瓶有点特别 不是一瓶Blanc de Blanc 有一瓶Blanc的香槟 这瓶的提纸是50%的Charnet 25%的Pinot Wah 以及25%的Pinot Monnier 这瓶是一瓶Zero Dosage 完全没有Dosage 它主要有大约接近5年的Pinot On List 所以应该会挺复杂的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Zero Dosage的香槟 这瓶的香槟是什么呢 其实是要有些瓶酒 因为如果它没有什么瓶酒 其实这瓶酒就不太准备飲用 这瓶酒就会添加很多 这瓶酒 其实你看到颜色也挺漂亮的 一些黄色的黄色 这瓶酒就非常新鲜 它不仅是一瓶Blanc de Blanc 较为很鲜的Citrus 其实它伴随了一些 有些香槟 其实整瓶酒 你会感觉到 不会太单一只是一些Citrus 除了一些香槟 其实你会感觉到它的香味 相对比平时的黄色的黄色 会比较重一点的 其实也有很多epicot 除了berry seed 非常之香 让我试一试 酸度非常之好 你会感觉到 其实它整瓶酒非常紮实 它的味道主要是 有些柠檬 有些萝卜 然后有些较为 我们称为 有些少许的 柠檬 就是柠檬 然后还有一些 较为生的柠檬 有些柠檬 然后你会感觉到 有些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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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些柠檬 有些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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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瓶酒 我现时 我觉得它非常合适用 它的提子方面 除了平時在Bron de Blanc 它會有些Pinot Wa和Pinot Mouna 會在Villardia Ming的採索 我覺得這瓶酒很適合平時做一個 Aperative 亦可以用來配搭一些 我最喜歡一些Col Cut 我覺得這瓶酒非常配合 大家若然喜歡一些小龍香檳 其實這瓶酒也非常適合大家的口味 一些Celo Dessage 又健康一點 不太胖 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若然大家喜歡的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可以將我的影片帶給更多其他朋友認識 多謝大家